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台湾各界普遍认为 其实这一次的关键因素 就是九二共识对决了台湾议事 九二共识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台湾民众用选票表达他们的声音 而大家也很关心说 其实在从台湾选举直到选举结束后 其实北京当局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我们今天来深入讨论 我们接近让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介绍政治评论员盛志仁 志仁你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杨文佳 文佳你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再听一下 其实马英九胜选的时候 他说了哪些话 上千名群众其欢呼共同庆祝胜利的一刻 尽管中产下大雨仍然交不息支持者的热情 不忍心民众淋雨 白酒赶紧走上台 向大家至上最高的谢意 我要谢谢连荣与主席 吴荣与主席 黄金平院长跟所有帮助我 支持我 鼓励我 包容我的党内先进 跟伙伴们 未来的四年 两岸的关系会更和谐 会更有互信 冲突的机会会更小 我一定要让我们台湾有一个永续和平稳定的环境 好不好 好 台湾党人大选结果出炉 马英九以689万票胜出 全台湾51%的民众热情相挺 所有辅选战将通通感谢到了 大佬们也不缺席现身晚会舞台 共享着令人欢欣的时刻 马英九更要感谢的就是他的亲密爱人周美青 我要好好的谢谢他 我当然还要感谢所有我一起打拼行政团队 以及辛劳奔走的选战的伙伴 还有千千万万热情相挺 牺牲奉献的志工朋友们 谢谢大家 台湾民众要马英九献稳 只见马英九吓得腼腆 再给一个大大的拥抱 成功果实来得不易 马英九更承诺连任后要每半年邀请在野党沟通 共上美好未来 让台湾继续向前行 二小外市众众林俊峰 徐红斌台报导 马英九胜选感言里面呢 其实除了感谢所有人之外呢 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两岸议题 所以我们先请教一下志人 其实这一次马英九胜选的原因有很多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大概可以归类为哪几类 我觉得最主要的 大概就是还是选民祈求安定 这个安定就可以分成两个面向 一个就是两岸关系的稳定 就是他执政这三年半以来 我觉得很多的人都体会到说 原来两岸关系可以不用像李登辉跟陈水扁 过去的十二年一样 一直在剑拔弩张 一直在这样子对抗 他可以是一个双方能够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下 然后寻求一些谈判共事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大概是我觉得是 在这一次选举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这也是造成的为什么连08年 这个大选都没有这么多企业家站出来 可是在这一次这么多企业家前仆后继 而且冒着这个政治的风险 然后来这个支持马英九连任的最主要原因 那我觉得第二个就是蔡英文 他在一些人格特质的这个呈现上面 他一开始这种温和的形象 其实是非常对于台湾的中产阶级 跟中间选民是很对位的 所以他一开始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声势 可是当他在后面面对很多自己的检验的时候 包括他18%的问题 这个宇昌案的问题 然后面对这个水果广告 物质的这些问题 他突然面对的态度 其实让人家觉得说 他不是很能够去诚恳面对的问题 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比较摇摆的这样子一个态度 我觉得图写了他 相对马英九来讲 对马英九的人格特质 其实喜欢跟不喜欢 已经早就定了 那对蔡英文来讲 他的这些表现 其实会对他在选战后期 产生比较负面的感受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这两个是最基本的关键因素 至于其他一些加持牌 包括像这种夫人 周美卿等等 我觉得那都是额外对于 这个国民党再有一些加分的一些 比较相对小影响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像智人所分析的 这个两岸议题 其实还是这一次最主要 大选的一个决战关键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 其实在第一个时间 北京当局呢 知道马英九当选的时候 他们也表示了 他们的看法 一起来了解 我们已经注意到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机构 民意代表 选举结果 已经揭晓 近四年来的事实 一再表明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得到广大台湾同胞的支持 我们真诚的希望台湾社会安定 人民生活幸福 我们愿意继续在反对台独 坚持久而共识的共同基础上 与台湾各界携手努力 成前起后既往开来 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谢谢各位 大家辛苦了 我们刚看到的是国台办 也在马英九当选的第一个时间 发表哈门的谈话 其实最主要还是重申 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两岸才有新局面可以谈 所以我请教一下文家 其实北京当局对于所谓的 这一次马英九的连任 应该是乐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吧 我想不仅是乐于 某种程度也符合 就是说北京当局的期待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 国台办的发言人的说法 还是以九二共识 作为两岸多元双边互动的一个交流基础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觉得对于两边都有各自重大的意义 我想对于台湾这边的朋友们来讲 透过九二共识 它可以形成三个稳定的观点 第一个它代表政治稳定 第二个代表政策的开放 以及政府的联能的施政 可以透过九二共识这个基础展开这三个面向 那对于中国大陆面向来看 它至少觉得说台海的问题不再是一个紧张的火药库 它不必把它当作是一个防火墙的概念 它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弹簧床的 可以透过这个基础共识 就是大家在上面彼此的跳跃 跳得更高 看得更远 所以我觉得对双方都是一个有利的发展跟结果 也希望在这个结果之上 两边都能够真正享受到和平所带来的红利 所以说很多人都说 其实马英九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其实北京当局也有在所谓的 应该不能说私下辅选 应该说也有一些所谓的辅选动作 其实在整个选举过程当中 这国台办对于蔡英文所提出的台湾共识 也曾经有他们的意见 我们透过手板来了解一下 其实当时蔡英文提出台湾共识的时候 国台办的发言人也出来说话了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他包括他说蔡英文的言论是借壳上市的台独主张 如果否认九二共识顽固坚持 一边一国的分裂立场 那么一切都是空话 两岸协商对话无从谈起 为什么要来拿这张CG来回顾一下 那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 如果台湾选举的时候 如果有北京当局的意见 嘎进来的时候 似乎对选举也许不是一个正向的 所以其实整个选举当中 除了国台办在整个选举过程 有这样的谈话之外 其他大家也看不到任何的动作了 我想也有一些台面下的动作 应该还是存在的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这一次大家都评估 台商回到台湾投票的数字 是创下新高的记录 这方面在航班的 不管是航班的频率 以及机票的价格上面 如果没有说他们在行政上面 的一些动作的话 我想大概也不至于会有这么多的人 能够这样回来 我想这种大概 就是以提供一些行政上面的便利 然后作为他们来 其实我想这也不是一个秘密 比如说大陆当然希望这个马英九能够顺利连任 是 让两岸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平和的基础可以持续下去 那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这一次也很知道自己在这个选战当中的一个影响 所以大概除了杨毅发表了一次比较态度稍微强硬的一个说法 去得说有点警告说九二共识这个基础是不可动摇之外 大概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保持比较旁观 而且比较没有干预的角度 除了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观察到就是刚刚讲到那种机场跟机票的这种协助以外 其他的动作大概都是在比较在台面下大家看不到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都说北京当局是不是介入浮选呢 其实刚刚志仁也分析的很清楚有一些行政上的方便 不过在马英九选后除了国台办的发言之外 另外大陆的一些知名的一些媒体网站呢 他们也发表了大陆的看法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 包括大陆人民网里面就强调了 其实呢就是因为现在马英九连任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相信两岸双方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继续推进两岸协商 而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新局面呢 包括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 还有两岸同胞切身利益重要问题的协商 比方说是台湾同胞关心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 这些方面大陆也愿意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这应该是相当重要的讯息了 非常正面 有关ECFA的几个重大的后续协商 都是在选前几乎是停滞的 那有几个对于台湾这样子 国际贸易依存度非常高的出口型的一个地区来讲 像商品贸易协定 像贸易的纷争的仲裁协议 都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 甚至还包括未来有关于新台币跟人民币的清算的机制 这都会牵涉到新台币的稳定 以及它的整个在总体经济上的流量管制的安全性 都非常的重要 虽然不是一个很显性的议题 但是对于经济民生的稳定绝对重要 另外提到说有关说台湾在国际活动上面的能见度的提高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善意的表达 也透过善意的建构才可以降低敌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来看 对于台湾是一个正面受欢迎的讯息 所以说这个讯息是不是也代表说 其实北京当局在第一个时间 也送给马英九的一个大礼呢 对我觉得尤其是在国际空间跟活动的部分 其实我自己可以分享一个例子 两年前 应该不只在三四年前 代表台北市去争取世界大学运动会 那个时候其实大陆方面的代表 他不但是不支持台北 而且还帮忙去游说台北市的另外一个竞争者 韩国 然后帮忙他们拉票 然后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去 等着把票都都支持韩国 那这一次事隔两年以后 再去争取世界大学运动会 我的理解是这次大陆的代表 就支持台北市来申办这样的活动 那我觉得你从台湾的角度 今天其实台湾民众非常希望 能够跟大家都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一样 能够有积极的参与国际社会的一个空间 那今天你这样子一个跟政治 也没有一个直接很密切关联 吸引了一个世界大学的运动会 它也是让台湾跟台北 可以让被世界看到的一个机会 那在两岸这样善意互动的情况下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双赢的结果 我觉得如果今天大陆能够说 不要像过去的思维 一直去想办法围堵台湾在国际上面 参与一个活动的空间的话 其实对于两岸的情感 我觉得是有正面的帮助的 所以说也有人在这次解读说 九二共识是不是就是台湾共识呢 台湾选民怎么样来理解九二共识 我们稍后回来再进一步讨论 这个地方要回来了 尖丰山下 黄阳河半 毗伦千某省级湿地公园 多围景观 连排别墅 互互淋水 原生水系环绕 瑞景交用 华法水棍 1700某珠港澳 罕有自大规模别墅群 有天有地 游然人生 全生事饭单位 供应品价 海鲜酒家 威尼斯人麦当奥旁 龙年就快要到了 我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龙马精神 新年快乐 恭喜恭喜 新年到 祝大家龙年大吉 龙腾虎月 龙马精神 祝您在每一天 开心快乐 每一天健康幸福到永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奥亚卫视的主持人郭子玄 时间飞逝又迎来了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 开启新的期望 用新的空白 承载新的梦想 当新年终生敲响的时候 愿你我都能尝还一颗感恩的心 感受生活当中的真善美 宁愿幸运与平安 就像春天的脚步一样 紧紧地与你相随 春华秋时 奥亚卫视将永远与你同在 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有着权势高贵和尊荣的象征 它又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 在这龙气冲天的2012年里 只是在这里祝愿全天下所有龙的传人 都能在龙年行大运 大吉大利 龙马精神 新春福龙送吉祥 金龙敬家福满堂 红龙祝您事业望 神龙为您送健康 在新的一年 采您祝福大家 龙年大吉大利 龙腾虎月 龙马精神 独特视角 直击最火辣的新闻热点 独特视角 独立观点 洞察最隐秘的新闻真相 读到评说 解读最复杂的新闻关系 澳亚新闻每晚八点 走进台湾 带您关心台湾市 马一九顺利连任了 不过呢 我们来纵观这次连任的一个状况 马一九的得票数不如2008年 这是什么样一个讯息呢 很多人都说 其实这一次并不是停马反马的投票 而是九二共识对决台湾议事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马一九的连任责任似乎也更大了 所以我们继续来讨论 到底九二共识 在未来马一九的执政当中 要占有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我们先来看一段 马一九对于两岸政策的一个谈话 大家很关心的两岸关系 我刚才在慎选的支持当中 也说到了 我们会继续深化 两岸的合作跟互信 进一步减少双方发生冲突的机会 维持海峡两岸的和平 因此我们会循序渐进 不会冒进 在这过程当中 我一定全力确保 中华民国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确保台湾的安全与繁荣 同时呢 也一定会全力维护台湾人民的尊严 其实我们看到的马一九他强调的 那么对两岸的发展会循序的渐进 同时他强调他会维护台湾人的尊严 所以我们要继续来讨论 其实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 很多人都说是九二共事的一个公投 而这样的一个结果也超过 台湾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 认同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大陆方面他们也在第一个时间内就释出了利多 也就是他们认为呢 未来台湾非常重视的所谓的在国际活动上面的空间 大陆方面呢也愿意跟台湾来做所谓两岸协商 同时有合情合理的安排 刚我们提到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所以我们继续来聊 是不是这一次的一个投票结果 就代表了台湾人民认为九二共事 其实就是台湾共事了呢 我觉得从民众的角度 我相信绝大多数大概也不见得知道什么是九二共事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你可以视为说 算是民众对于目前两岸这样子一个交往状态的一个赞成的公投 就是希望说两岸能够维持在一种和平对话的基础 能够有一些经济上的这个互动往来 大家相对于过去的剑拔奴障 要常常恶言相向 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在这个部分的表达其实是蛮清楚 是所以说我们也请教文家 文家你的观察是不是台湾民众呢 在这一次的投票里面 也代表了说他们认同了九二共事 我应该说不能说认同 认同可能在就说认知心理学上 它有一个比较高层次的概念 我觉得它某种程度愿意朝这个方向 去做更进一步的尝试 我用最保守的修持 但是至少这个尝试已经不是一个少数人的 已经不是一个多数人 愿意理性的心平气和的 慢慢循序建议去尝试这个九二共事 为基础展开整个台湾一个新的想象空间 九二共事对台湾来讲 它是一个政治的活路 也是一个经济的活水 这两个东西绝对是维护台湾 社会和平稳定发展 两个最重要的基础 可是我们要继续来了解一下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结果 是不是也代表着说 在未来台湾那个选举状况里面包括从这次的结果来看 包括民进党包括台联党 他们都对于所谓的大陆政策都要重新检讨的空间了 我觉得他们大概看到选举结果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可是这个事情算是知意行难 因为对于民进党的两岸论述该转型 两岸该转型这个事情已经讨论的相当久 而且我觉得比较为民进党担心的是说 他在基层的选民里面 就等于全台湾里面百分之二十三十 是对于两岸之间最好不要互动的那种意识形态 是有相当根深蒂固的想法 那现在我觉得领导阶层大概已经意识到说 不转型不行 那这个急迫感是有的 可是你怎么回过头来再跟你的选民 去跟他们沟通 让他们能够愿意跟着你一起走 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下一阶段的民进党领导阶层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是 所以说无论如何在这次选举里面的 九二共识已经是台湾各个政党的 未来不可忽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两岸关系里面的一个指标 另外我们要来了解的是 我们要反过来再来看 马英九这一次胜选了 虽然胜选但是从很多数字来解读 马英九这一次我们刚刚也提到 其实这一次有可能是人民 对于九二共识的公投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次的投票率 我们来看这里面的玄机是什么 这一次的领导人的投票率是七成四左右 所以我们要请文家来分析一下 七成四跟历届的领导人的一个比较 我们这边也有做一个统计 包括1996年是大概七成六 2000年大概有八成二这么高 2004年也是有八成 而2008年也有七成六 在这样一个状况下 这一次大家都说选情非常的紧绷 但是却只有七成四 的确大概创领导人选举来 最低一次的投票率 那没有更细致的统计数据分析之前 我大概做一个比较大胆 可能不是很精确的推论 我认为可能民进党的投票率 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这是第一个 特别在中南部的地区 那民党内部也有声音检讨说 特别是在他们的大票仓 台南市跟高雄市的部分 投票率不如预期 绿营的支持者并没有被充分的动员出来 那另外一个面向来看 就是说是不是中间选民的投票率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或许是不是说那些愤怒的选民 对两边都有程度不一的失望 所以干脆就不投了 那这些情绪慢慢可能需要 在底定之后 或者透过后续更精致的民调 来做一些调查 但是回归到前面题目去看 九二共识对民进党来讲 真的是一个困境 过去一反九二共识 提供大量的政治迷幻药 那迷幻到一个程度之后 自己也拿不出解药 甚至更糟糕的是 自己要跟着吃迷幻药 这样子一种迷幻的循环的困境 到底怎么解脱 真的是民进党的一个大课题 所以说我们继续来聊 请市人来分析一下 其实之前你也预估 有可能在这次选举会是 八成一个得票率 刚刚文家有分析说 为什么有可能是 这么低的一个投票率 可能是民进党的因素多 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有结论 必须要有比较深入的民调数据 那我们原来预估的说 七成八到八成 其实是根据台湾的一些 这个民调机构 他们在选前几天 去询问说会不会去投票 那其实这一次选民表达出 高度的其实九成多的选民 投票意愿 说要会去投票 所以那他们当然会打一个折扣 依照过去的经验 所以会估出是七成八到八成左右 可是真正开出来只有七成四 真的是创下了这个民选以来的最低纪录 尤其大家不要忘记 这一次还跟立委两个是合在一起选的 以前只有单独选领导人 就已经能够有这么高的这个投票率 所以他合在一起反而降低 这个反而是透露出一个更令人吃惊的讯息 那我的判断其实当然两种选民都有 所以说对马失望的 可是又不愿意去投蔡的 就上一次觉得强力支持马 可是对他四年的表现不够满意 可是他这个票大概又不愿意投给民进党 那反过来 就是对蔡在选战后期的一些表现 其实有点失望 可是又不愿意去投给马 所以我觉得两种大概都在某些比例的情况下 把这个整个拉低了 我举个例子像 大家在这个观察的过程 像这些中南部的一些农民 他可能因为民进党做的这个水果广告 他就觉得说 伤到了他们 伤到了他们 对他这一次对民进党有点不满意 可是他长期是不会去支持马的 他这一次可能就不出来投票 我觉得类似这种情绪的 我想两边都有 这样子我觉得可是 少掉四五%的这样子的出来投票 这个确实是很值得 这个讯息啊 不只是政治学者 以后应该要去多做一些学术的研究 我觉得这个政党 要好好的去深入去分析说 如果选民对两边都这样失望 他们该怎么做 把选民再换回来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观察点 就是马英九的得票数 其实马英九这一次的得票呢 当然是超过半数 但是大概就是五成一左右 这跟过去马英九在2008 五成八的这个高人气 还是有一段落差 这段落差文家怎么解读 我觉得差强人意啦 五成八的得票率空前 会不会绝后我不敢讲 那那个时候的时空条件 跟现在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不过以晚近的一些 一些民主选举的国家的选举情况来看 五成一我觉得勉强可以了 算不错了 那最主要是说 现任者都受到在业者严重的挑战 那他永远的施政都落后在人民的期待之后 所以五成一勉强可以了 所以说马英九虽然连任了 但是也代表着马英九在连任的这四年 他所承担的责任也更重大了 所以台湾今天谢谢你的收看 我明天见